哈囉 到齊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少女戰爭啦 看到我們少女戰爭啦 就知道喔 不是出了新角色 就是有新婚紗喔 那沒有問題 今天又是我們的新婚紗啦 而且剛剛這邊才發現一件事情喔 就是婚紗這邊基本上 你就算之前沒有抽到對不對 他只要有開花架之間的時間 之前抽到的我們這個婚紗 如果你還沒有抽完的話 都還是可以繼續來抽的 所以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喔 然後這一次基本上呢 又有一隻新角色會跟大家結婚啦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又要準備我們的這個聘金紅寶石啦 好不好 來就是跟我們這邊的妹子結婚啦 在結婚之前呢 我們先來把 每日的一些東西都給他點一點 呵呵 這邊已經變成這個 哲平的這個例行公式了 就是我們現在基本上每天登錄就是 先把這些每日的東西都先點一點 然後領個鑽石 然後等到之後就是有比較多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就是抽好抽滿這樣感覺喔 然後先把這些都給他弄完 然後最近基本上蠻多一些就是 那個工會的這個聯盟的這些朋友都有回來啦 所以導致於就是我們最近都還是可以打一些 就是那個盟戰的東西喔 還滿不錯的喔 因為盟戰這邊的話 基本上你只要就是拿好一些這個勝利啦 好不好 這個基本上 還是可以就是拿到這個同盟寶箱的 那同盟寶箱的話 基本上裡面就有機率獲得我們這邊的紅寶石這樣子喔 好 那這邊的話看起來我們是 就是輸了幾分的感覺囉 沒事 我們先來打一波看一下喔 現在來說的話我們是2094的這個戰鬥力 那我們應該是可以來打一下這個 打一下2799的嗎 氣化賣看看好了好不好 雖然我覺得可能有可能打不贏啦 我們是沒辦法打喔 神經事嗎 為什麼我們不能打 祥琴 真的耶 我們現在不能打耶 發生什麼事情了 因為我們已經敗北了 這已經是敗北結算了啦 所以這個的話明天才會就是變到不一樣這樣 然後要重新疲憊 我剛才忘記看了 所以我們這場輸掉了 完蛋 那沒關係 輸掉既然他還是會夾一些小分數的 所以這邊這樣就可以就是 還是可以就是打出我們就是那個 這個 多打一點東西 因為你去多打的話你就可以就是 拿到一些獎勵這樣子 然後可以幫助就是整個這個 同盟的這些朋友來去做一波這個 征戰這樣感覺了喔 好 我們現在把這些東西都給他點一點 然後我們再來讓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這個重頭戲喔 今天又是一個可以看這個美美圖的時間啦 真的是很不錯 少女迴戰現在基本上都是我們這個 美美時間的這個供應商 哈哈哈哈 尤其是因為我們花架的話 就不是出新角色啦 所以那個花架的話呢就是 增加全體的這個能力的話 如果大家就是如果現在沒有想要抽新角色 然後想要增加就是原本這些角色的這些戰力的話 是非常非常推薦來抽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 抽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就是 花架的喔 就跟他們結婚 因為不只只有結婚啦 因為你結婚之外的話你還可以就是讓他們就是那個 提燒我們一些屬性的一些能力 那個是加全體的喔 就不是只有加那隻角色 所以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你每一次抽一隻新角色出來的話 你都要花很多資源再去練他啦 那個稍微就比較偏麻煩喔 就是如果你的資源只夠用一些前期的角色的話 不夠後面的角色那你就必須真的就是 還是得 可以適時的這個決定一下 你到底該不該抽那些角色這樣子喔 好 先把這邊都先給他抽完 眾生機抽完 這些每天點一點啦 你就會發現你的資源喔 就是可以存很多 而且如果你又是不常看的話 你就可以存超級無極多的喔 好 給大家看一下這一次的花架之間 超級漂亮的趙子龍好不好 這邊是碎片最多的這個角色了 這一次花架是這個趙子龍 那如果你想要抽前面的話也是可以 這邊可以往前轉喔 這邊葉卡捷琳娜跟我們圓藝精 都還在這樣子喔 所以大家都是可以來抽一下的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這個詳情圖鑑 這邊的話基本上 我們之前都是自立型的角色啦 那這一次我們這個趙子龍的話 是我們這邊的這個猛系列的角色 那這邊的話呢 全體猛角色總攻擊加1.6% 這邊是這個趙子龍的這個訂婚戒指 然後全體猛角色暴擊強度增加2% 然後在全體角色的這個暴擊加1.5% 感覺就是加這個全體角色的這個 總攻擊跟這個暴擊強度 然後木戒指的話呢 基本上是加了2.4%跟這個3% 還有這個2.25% 然後在進化變成同婚戒指的話 就變成3.2%跟這個加4%跟加3% 我記得好像到 最後面好像都是加8%的樣子對不對 看看迎婚戒指加4%加5%加3.75% 然後再來是 禁婚戒指加4.8%加6%加4.5% 喔 然後再來是我們這個白金婚戒指 加5.6%加7%加5.25%的這個% 然後再來是這個水晶婚戒指加6.4%加8%加6% 然後再來是這個藍寶石的這個鑽戒指 喔這個婚戒指 加7.2%加9%加6.75% 然後再來是鑽石的 鑽石就是總攻擊這邊加8% 然後角色暴擊強度加10% 然後跟加這個7.5% 我記得其他隻好像也是加這個數字嗎 有點忘記了 來看一下 那邊的話 我們的葉卡簡麗娜的話 基本上它是智力角色8.5.3 然後是加總生命跟這個角色控制跟全體奧義傷害 然後我們的那個園藝金的話這邊是加那個 全體的這個角色增傷跟全體的這個智角色總攻擊加8% 反正第一個好像都是加8%這樣的概念喔 那我就覺得還算不錯 那猛系列的角色的話基本上就是那個雙刀系列的角色啦 所以像我們這個趙子龍的話抽起來是真的還蠻不錯的 因為它是可以幫我們就是那個誰 織田信長在一起加的 而且這張圖真的有夠猛好不好 有夠大了我的天 好 我們先來抽一抽了 抽抽 然後再來就是先結婚 先結婚再出 鐵定必須結喔 但是我感覺最近這個YT童真君啦 這個應該是直接黃標吃到底了 所以這個也沒辦法讓大家慢慢欣賞了 所以想要跟他結婚 欸 自己上來結 自己上來結啦 我是覺得他這個做的真的頂不錯的 而且趙子龍一直來說都是這個福利檔的這個大師欸 他之前是給那個屁屁的福利 他這次是給那個 胸部跟屁屁的福利都有了 好 加10 這邊的話還要再繼續 其實我就覺得就是花一點點來抽啦 那如果你真的就是很想要就是加你這個猛系列的角色的話 你可以把他抽到滿 但是你還是必須要花多一點的東西來去提升一下 這個趙子龍的這個親密子喔 不然他就沒有辦法了 好 我們先來跟他結婚 子龍 結婚囉 歷事 結婚 謝謝各位 我們跟子龍要結婚啦 請嫁給我吧 趙子龍 其實他的造型還蠻好看的喔 沒問題 宣誓訂婚戒指 戴起來 沒問題 好 那我們這邊結婚啦 真的是超級無敵好看的這張圖欸 給他截圖一下 超級無敵好看的喔 你看這邊的話基本上他就是這樣子 躺在這個上面 然後持有了這個婚戒指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這款遊戲沒辦法改他們的這個名字 他們沒辦法冠夫姓啦 如果可以冠夫姓的話 那應該還蠻不錯的喔 那這角色我覺得結婚算還蠻不錯的 因為他有這個加猛的這個招式 比較推薦給大家囉 好 那這一次基本上的話 我們子龍這邊的這個結婚環節啊 也有這個30%的這個打折 因為像我們上次的話 我們這個園藝巾出來的時候好像是 沒有30%的打折啦 所以大家是可以趁這個階段有沒有 趕快來抽多一點這個 子龍這邊的這個訂婚碎片 來提高一下你自己猛系列的角色 因為哲平這邊目前來說 我自己的話之前是有那個就是 大禮包嘛 那大禮包基本上裡面就是我們那個 吃田信長算是可以就是升到一個滿星 所以他是比較一個主力輸出 那吃田信長的話他又是我們猛系列的角色 所以就是會比較推薦大家就是可以那個 可以就是那個該怎麼說呢 就是去弄一下這樣子喔 來送個禮物好感 沒問題 使用 你看滿滿的 滿滿的注入我們這邊這個 滿滿的這個禮皮 然後讓他升級起來 我覺得這三張這個婚紗我真的覺得趙索了 真的是好犯規喔 太香了吧有沒有 這邊就可以增加我們全體這個猛系列的角色 繼續增加 然後我們就可以再抽一下喔 這個30%我是覺得可以花一點點小鑽石啦 尤其是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的這個 隊伍的這個主力輸出大概是哪一個系列 因為前面基本上都是那兩隻都是智力型的武將啦 那我就比較少抽這個智力型的武將 就是我基本上還是 主輸出還是我們這個 之前信長跟這個趙紫龍 那這幾隻的話基本上就是我們猛系列的 雙刀系列喔 那是必須要讓我們這個紫龍抽多一點的 那之後如果有那個就是盾牌系列的話 我應該也會就是來抽一點吧 就是讓我們那個盾牌再變更陰一些些這樣子 但基本上就是大佬們的話 應該就是沒有什麼好說的啦 就是直接灌爆然後灌到最後 因為如果你要跟別人對打的話 那起碼你這些能力還是不能輸的啦 好不好 沒問題 好那今天的話主要來說就跟大家介紹 我們這邊又有一個新老婆會願意跟我們結婚啦 那這一次是我們這個罩子 我覺得圖真的是超級無敵漂亮 那你怎麼看呢也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 那如果你覺得趙紫龍你不喜歡 你想要葉卡的捷律 那也可以就是在 先換左右兩邊這邊來去換一下 之前這些有結過婚的這個老婆們喔 完全沒有問題 然後上次我們有發現就是在我們就是那個 不是圖鑑 在我們就是那個花架之間啦好不好 在我們的這個花架之間的那個 就是家裡那個地方嗎 我看一下 我的新娘這邊吧 喔不是這個是活動 我記得好像是在宅底 宅底這邊的話基本上這個 一鍵呼喚這個地方的話 有一些小巧思 那個基本上我們是不能看的 所以大家就是自己來下載遊戲看一下 我是覺得就 還滿美的好不好 大家可以 考慮自己點一下囉好不好 那這一次我們的這個結婚對象 就是我們這個趙紫龍啦 你們覺得她這個婚紗好不好看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一些想法 那今天就先看到這邊啦 我是下集團 下集團 大家 掰掰啦